晕倒一个 晕倒一个 参加马拉松 结果热到晕倒 大陆四川广源半城马拉松上 高温飙到36度 更糟的是补给站缺水 选手们热到翻 跑到一半纷纷去买水喝 好多朋友在酒公里 说到这边自己买水喝 还有选手中暑晕倒 其他参赛者赶紧帮忙扇风 开赛两小时后 主办方宣布赛事熔断 比赛终止 并道歉说因为高温天气 选手对瓶装水的用量很大 准备不足才导致缺水问题 游乐园最夯的云霄飞车 从临飞楼也因高温天气 不得不在下午三点的热门时段 暂停检查维护 净千公尺的轨道上 有十万颗螺栓要测量 大陆南方高温持续 四川盆地一带将至少持续到九月上旬 上海八月高温天数也达到26天 成为历史高温最多的八月 照此趋势可能追凭2022年创下的 一年50个高温日记录 登上历史第二高位 TVBS新闻 许昆山蔡依杰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